落实县政府便民贴心服务 免除学生上课要请假 还有家长往返的奔波不方便 新城乡护震事务所25号前往新城国中 举办国三生出领身份证的服务 以家会相名 113年度 便民服务华林护震到校服务 学生出领身份证 3月5号正式开跑 新城乡护震事务所3月5号前往办理海新国中 服务21位同学出领身份证 25号新城国中校长王顺发 陪董现在向护震事务所主任 华林黄和同学们 前往新城国中服务 11名毕业生同学出领身份证 国三生毕业刚好年满14岁 那刚好不是这个 护震事务所规定 国民年满14岁以上呢 就是因领 这个出领国民身份证 那因为我们本所考量呢 这个国三生毕业生呢 目前正面临这一个学测 学业功课上的压力 为了免去他们呢 到护震事务所的路途分坡 以及忙碌呢 能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准备课业 所以呢 本所呢 派员来学各国中呢 办理这一个出领身份证的一个出领工作 那以方便这个学生呢 来做出领的动作 那以达到呢 为民服务 加强为民服务的一个功能 现在向护震事务所每年到校服务的时候 宣导人体合一 以及线上申办护震登记各项护震知识 透过简单的说明 让平时对护震业务 较为陌生的学生们 对护震工作有基本认知 也让护震知识能够向下扎根 现在向护震事务所进步提醒 出领证需本人亲自办理 并核对人貌 大头照 相片 有一定规格 不限护震地 皆可受理 此外来不及参加校园团伴的同学们 也可由学生本人 携带户口名簿 照片以及规费 到任何一个护震事务所来办理 记得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